尊敬的普京总统阁下 你好 作为一个男人 我十分佩服你 首先佩服你的硬气 作为男人 就应该扛起属于自己的责任 无论外面的风雨有多大 无论骨头有多硬 无论炮火有多猛 为了自己的朋友 为了自己的爱人 为了自己的人民 为了自己的国家 都应该勇往值钱 在多个集团的抵押下 你没有退缩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够爷们 是哥们 2022年 最整份的日子就在今天 因为今天俄罗斯攻打了乌克兰 哎呀我今儿特别高兴 把我的那种烦恼 就一骚而光 真愤 就好像看到了 中国收服台湾的那个场景 感觉太棒了 普京真是霸气 硬气 帅气 不愧是国民的男生 也是我形容的男生 大家好 欢迎收看明镜火拍频道的世界的中国节目 我是主持人王邦瑞 俄乌战争今天进入了第11天 战况仍然十分的惨烈 虽然在前几天一度有走向和平 走向暂时停火的迹象 但是战争一旦开启 有他自己的发展规律 战场上的情况也瞬息万骗 因素错综复杂 果不其然 我们看到形势还在往恶化的方向在推进 比如说所谓的平民撤离走廊 现在看来也是形同虚设 不管是在基辅外围 还是在乌克兰其他大城市 都已经出现了 已经说好的平民撤离区和平民撤离通道 又遭到了炮击和枪击的事件 也不断有平民受伤 乃至阵亡的这种消息传出来 这些照片 我看到以后 说实话 不忍目睹 孩子躺在地上 妈妈也躺在地上 这种 照片让人感觉到 如果这种战争不停止 如果这种战争背后的因素 不能得到楚善的解决 每个母亲 每个孩子都不安全 那对于俄罗斯 军队继续瞄准平民 进行攻击的这种行为 最新的英国军事情报显示 俄罗斯这么做 是为了打击乌克兰的士气 因为乌军强大的抵抗力 延缓了俄军推进的速度 这一切都令俄国感到惊讶 那么俄罗斯的回应 则是再下重手 再加码 迅速的摧毁 乌克兰军队和乌克兰人民的 这个斗志 所以 大量的攻击 平民区和所谓的平民撤离走廊 有可能是战场上的突发事件导致的 也有可能是俄罗斯的军队有意为之 另外战场上的局势也呈现一个胶着的状态 俄军在全力侵占各个乌克兰主要城市的同时 乌军也在想办法反其道而行之 反客为主 那据战争研究所的报道指出 过去24小时 俄军没有对基辅哈尔科夫以及尼古拉耶夫 发动特别重大的一个攻势 反而是在哈尔科夫附近的乌克兰军队 进行了一次反攻 据报道 乌军已经进入了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边界 但是这种短暂的进展 我想很难改变市场上 战场上主要的这个态势 因为俄军无论从装备 还是从人数上都远远 强出乌军 所以战场上的形势虽然有些波折 但是我想乌克兰被 俄军主要城市全部被攻占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另外我们看到前段时间 著名的战狼大使卢沙也 我们节目也多次说过 这个人是名副其实的 是沙也为主 他现在是驻法国大使 最近他在法国一场外交活动上表示 如果有人暗示 俄罗斯背后有中国支持才敢行动 这纯属无几之团 他还说乌克兰形势骤变 实际上是欧美俄之间的事情 中国却意外躺枪 对于外界批评中国战狼外交 他说如果有人觉得中国比以前更傲慢了 可能是因为他们习惯了曾经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的中国 你看他这个条聊的 基本上和华春莹有一拼了 这一次俄罗斯是不是有中国的背后支持才敢行动 我想背后支持这个词 目前没有特别硬的证据 但是中国不反对 这恐怕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 也是中共目前没有去否认的 为什么 你看到现在中国官方都不肯用侵略这个词 另外华春莹还提醒世界各地的媒体 尤其是参加外交部新闻发布会的 例行发布会的这些外国记者 你们去学习一下普京总统的发言 你们就了解这场战争为什么打起来了 同时中国国内各界人士 尤其是很多的知识分子 高校老师演员 他们掀起的反对这场战争的运动 反对俄罗斯入侵的这种各种表态 都已经被微博 被各种社交媒体所封杀 那如果中国官方没有太多的话 你封杀这些人干什么呢 那更不用说大外仙想尽千方百计 把很多俄罗斯军队做的事情 把它安到沃克兰军队头上 那如果你双方不选边的话 你为什么非要刻意的 让中国的老百姓 让中国的读者认为 沃克兰是活该 俄罗斯打他们是理所应当 是被北约逼的 所以有人造了个词 这在中国媒体的嘴脸 俄罗斯是被迫入侵 乌克兰则是恶意抵抗 这都是铁针针的现实 那战争打到第11天的时候 俄罗斯总统普京 他的意图更加明显的展示出来 比如说他刚刚警告乌克兰领导人 他说如果你们继续做 现在做的事就是顽强抵抗 那乌克兰就可能失去国家地位 他并将对俄国实施的严厉制裁 就是欧美国家搞了些制裁 形容为已经对俄罗斯宣战 警告如果第三方国家 试图在乌克兰上空设置禁飞区 那就等于参战 你看大家看到没 普京这个态度 就是说你现在制裁 就是已经宣传了 按他这个标准 既然是已经宣战了 他在任何时间攻击 除了乌克兰以外的第三国 那都是理所应当的 因为是你对我宣的战 他现在就是这样一个腔调 然后如果敢设置禁飞区 那就参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 在普京嘴里 是已经是正在进行时了 只是俄罗斯 被你们这帮西方国家欺负惯了 我现在为了世界和平 暂时隐忍 这就是俄罗斯的外圈的腔调 也是普京对外的这种话术 他前几天甚至否认 俄罗斯军队 正在大规模的袭击平民区 有一句人问他 为什么平民区被袭击 他还向跨川营市的反问 啥袭击 啥跑袭 没有 根本就否认有这样一种事情 所以前几天的 明年火拍的另外一档节目 那就是吴强教授和何老板的对谈 我没有仔细看 但我看其中的一句话 有观众拎出来 予以点赞 我也非常的赞同 那就是什么 从发动战争 以及围绕战争前后 俄罗斯总统普京 所发表的言论看来 他和前美国总统川普 有一比 那就是普京 是川普的祖宗 是他的老师 普京才是全世界 极右势力的总后台 因为他不但要在战场上 获得胜利 他还要全力以赴 想改变人民的思维模式 那人们把谎言当成真理 把真理当成谎言 为此不惜撒天下之大谎 当然了 普京的老师可能是林彪 林彪说过吗 只有撒大谎 用大谎言才能创造最大的成绩 谎言越大 成绩越大 这都是当年林彪的这样一个标语 但是无一例外 在这种领导人领导的国家 他的国民可就遭罪了 那川普在这一次战争里面 一开始不是猛夸普京吗 哎呀说普京啊 你太聪明了 你看他用这一招就 这个 进入了乌克兰 那全世界都束手无策 很聪明 那这两天 昨天他还要又发起响 发表声明说 说美国的军机应该 上面印上五星红旗 飞到俄罗斯领空去参与这场战争 然后迅速的入力制止 为什么 你飞机身上搞上五星红旗 俄罗斯就会以为你是中国的 是友军 你看他出这主意 和前段时间 疫情肆虐的时候 他出的那个主意 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说你把那个消毒剂 那就是比如说扫厕所 清理地面的消毒剂 你就往肚子里灌 也能起到消毒的效果 当然了 电视机前听他这个发言的人 不明就里的 脑子里不知怎么想的 还真有拿着那个清洁剂 往肚子里灌的 造成了不少事故 川普后来说 他这是开玩笑 正常的人一听就知道这是假的 那观点就是 你这样一个身份 你在大众媒体上开这种玩笑 负责吗 所以从现在这个角度讲 大家再看一看 川普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这场战争的态度 他的发言 当然了 这两天他又开始反悔 又开始说 这个俄罗斯进入乌克兰 是侵略战争 所以这样一个领导人 神志都未必清楚 说话如此随便 给人的感觉 是脑子里真有问题了 这进一步验证了 很多极端的川粉 你已经落到了和川普差不多的这种程度 如果这个时候还咬着牙 说川普总统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 川普总统如果在位 不是拜登选上 普京跟他关系这么好 这场战争就打不起来 如果你还这么想 我对你表示同情 该治病赶紧治病 这两天有个心理学专家 我们最棒的观众之一 给我发来了一个知识普及的一个短信 他给我普及一个词 叫Cognitive Dissonance 中文叫认知失调 什么叫认知失调呢 那就是在激烈的对抗 和对非常复杂 这样一个事件的认知当中 他因为承受不了真相 给他带来的压力 给他带成的焦虑 出一个自然的神经的反应 他会主动去选择性的 筛取事实进行吸收 选择性的选择信息 以适合他自己的叙事需要 那不管是普京还是川普 还是习近平 他们都有这样一个特点 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当然 你对你的老板 生物同学 你夜里做梦都已经把他干掉180次了 所以你想找出新的工作 但是走着又走 始终找不着新的工作 然后你就不得不在这接着干下去 还要面对那个老板 同事们也都知道你想离开 因为中午吃饭的时候 对你老板的诅咒 咒骂 吐槽 说你最多 但是因为你没找到新的工作 你走不了 然后你就必须对同事们说 我现在其实不想走了 因为你看这份工作也不错 有稳定 工资也不低 我再换个人 再换个领导 换个老板 也许那个老板比现在还差 所以我现在想待下去 实际上你真的想待下去吗 你不想 就是因为你找不到其他工作 你他不得在这儿待着 不得不 所以这就是典型的认知失调的一个例子 另外最近的华盛顿邮报报道说 尽管俄军在乌克兰遭遇了一系列的挫败 没有全面迅速的占领乌克兰 但是俄军最终会扭转一开始的劣势 占领首都基辅 那一旦首都基辅失线 乌克兰就会展开长期血腥的游击战 开始拟定乌克兰流亡政府的事情 就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这也是欧美世界面对类似冲突的时候 一个正常的操作手法 所以有很多的欧美官员对华盛顿邮报说 乌克兰的盟友正在计划如何建立 并支持乌克兰流亡政府 放到哪呢 放到波兰 比如说泽林斯基在波兰建立自己的临时政府 指挥国内的游击队继续反抗俄国的占领 当然在这种时候 美国会全力以赴给乌克兰继续提供先进的武器 因为这对乌克兰游击队反抗占领军会是至关重要的 那为什么选择要在波兰 这很显然 第一波兰和乌克兰交界有很长的边境线 便于乌克兰的难民乃至于相关的流亡政府的人员 迅速的通过这个俄军的炮火 能够迅速的在波兰建立起来这样一个流亡政府 那另外一点当然就是波兰政府是坚决的反俄罗斯 就像之前他们坚决的反苏联一样 因为他们跟苏联的血海深仇 让他们在这场战争里面彻底站到了乌克兰一边 不但是军队和政府 波兰的普通老百姓都对乌克兰的难民敞开自己的家园 欢迎他们 让他们能够从流离失所里面找到一丝危机 从德国之声等媒体看到一些景象 一些信息非常令人感动 那就是整个波兰都在全力以赴的支持乌克兰 比如说波兰街头到处是愿意接受乌克兰难民的广告 波兰人开着私家车前往边境 举着他们居住城市的牌子 去欢迎乌克兰难民 上面有多个名字 比如说华沙 克拉克夫 罗兹 还有弗罗兹瓦夫 这个地方 华沙和克拉克夫 我都去过给我印象也是非常非常的深刻 波兰是不是一直这么欢迎外界的移民 也不是 特别是当乌克兰战争发展到一定程度 现在只是几万十几万这么一个规模 如果到达了上百万 整个波兰的社会世界日常生活也会受到冲击 那波兰人还会不会像今天这样欢迎 这里面有个问号 当然德国这些国家也在全力以赴的接受难民 这里面有一位波兰的外交部长讲的一句话 让我觉得特别的令人感动 他说现在从左到右 所有的政党大家都在支持乌克兰难民 而在此之前 在白俄罗斯边境帮助难民 在波兰内部都是有争议的 但是为什么现在没争议 因为对波兰人来说 他们潜意识里面 认为这样做更能让自己的良心安宁 这个时候 关于价值观的考量已经超过了政治 所以现在波兰整个社会都在支持乌克兰的难民 波兰人到底有多恨苏联人 或者是今天的俄罗斯人 我给大家讲个例子 我上次去波兰出差 在华沙和各界人士 尤其是波兰本地人的一些生意伙伴 大家吃饭聊天的时候 他们给我讲了一个段子 考验了我一下 他说我问你王伯瑞先生 如果现在德国从西面入侵波兰 然后俄罗斯人从东面入侵波兰 我们会先打哪边 我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有点震撼 就两边都受到攻击 那波兰人应该先打谁 我就瞎猜了一下 我说先打德国人 因为德国人是二战的元凶 应该先打德国人 我华沙的朋友说你真聪明 但是不是你想的那个原因 为什么 因为对我们波兰人来说 We have to put business before pleasure 就是说对我们来说 我们要先办正事 先处理公事 然后再去享乐 这个段子我不知道大家听懂没 实际上它是很有洞见 也是非常非常insightful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那就是对波兰人来说 反击侵略 干掉德国侵略者 这是一个宏大叙事的一部分 这是他的公事 就是他必须反对 因为德国入侵了吗 但是他们打俄罗斯人 那是他们在享受在享乐 所以We have to put business before pleasure 那就是对干掉俄罗斯人来讲 对他们来讲 那是最赏心悦目的事情 他们更恨俄罗斯人 你看这个笑话充分展示了俄罗斯人和波兰人之间这样一个关系 当然为什么波兰人这么恨俄罗斯人 我只给大家讲两件事情 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1940年春的时候 发生了卡廷森林事件 卡廷森林是苏联边界一个森林地区 1940年春的时候 斯大林为了彻底消灭波兰的精英人士 尤其是军中的精英人士 他将2.2.2万名再压的波兰军人知识分子 政绩人士和公职人员在卡廷森林全部枪杀 这个事情一开始 斯大林还栽赃到德国人头上 说这是德国鬼子 德国侵略上干的 但是直到德军真的入侵的这个提取以后 发掘出来很多的证据 另外苏联解体以后 苏联内部的绝密档案都已经解密 那这样一个时哨 直到1990年的4月13号 波兰总统雅兔泽尔斯基访问苏联的时候 苏联才正式承认对卡廷事件负全部责任 而且也承认这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 苏联已经认了 所以在事实的真实性上没有矛盾 那为什么斯大林当时要这么干 那就是他要把在波兰内部 有可能对苏联的统治 苏联的这种殖民统治 真正造成威胁的波兰精英要一网打尽 所有的精英最好给他活埋了 他不但这么想 他还这么干了 所以波兰人真是受了大罪当时 那除了这个卡廷森林事件以外 最著名的就是华沙起义 因为华沙在二战当中被德国占领军占领 波兰内部也有反抗的势力 也有游击队想尽快的把侵略者赶出波兰 那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自己打不过的时候 就是和苏联红军达成了一致 那就是离音外合 波兰家乡军在华沙城内率先起事 然后一旦听到动静 听到枪炮 苏联红军就会渡过维斯瓦河 离音外合击退德军 计划是这么计划的 但是当1944年8月1号 华沙的抵抗力量开始发动战斗的时候 早就已经抵达维斯瓦河东岸的苏联红军 却按兵不动 没有按计划展开攻势 最终的结果就是 希特勒 指挥下的德军 把华沙的起义军 消灭殆尽 一网打尽 整个起义持续了63天 是十分惨烈的63天 到后来波兰方面有18000名军人 和超过25万名平民死亡 受伤不计不计其数 所以这又是俄罗斯当时的苏联 竟然配合他自己的死敌德国 对华沙 对波兰人民犯下的罪行 所以对波兰人来说 恨俄罗斯人 恨苏联恨这种殖民统治 恨这种侵略 已经深入了他们的骨髓 已经融化在他们血液里 所以在二战以后 特别是近些年 苏联解体以后 波兰彻底倒向了西方 波兰境内有美国驻军 他们那个军事基地就叫川普保 用川普的名字命名的 可见波兰他们在这场战斗里面 全力以赴的支持 乌克兰也就非常容易理解 那既然我刚才讲到了 如果德国人和俄罗斯人 从两面进攻波兰 波兰的反应 那我还看到一个段子 也给大家分享是啥呢 这个段子来自走向共和那个系列片 走向共和后来已经给禁了 那里面有个段子啥呢 张之洞问慈禧说老法爷 俄国和美国相比你更恨谁呢 慈禧说 俄国人只要大清的土地 我们大清有的是土地 给他们一点没什么 但是美国虽然不要大清的土地 但是美国总想让大清下台 支持成立同他们一样体制的国家 环权与民环权与民了 我老佛爷我们清朝啊 我们无数霸气子弟打下了江山怎么办 所以我和美国势不两立 我和俄国没关系要土地我给他 那又能怎么样 所以你看这就是慈禧太后 他老人家 他老佛爷 对待 美国和俄国的态度 但至今为止啊 你看 中国的领导人 习和慈禧 他们的想法是不是一致呢 我看有意去同工之妙 很有值得去分析 去研讨的部分 谢谢您收看明镜火拍 敬请您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并分享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